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的热搜啊,有一个比较惊悚的一个新闻 男子杀妻,警犬在五米山洞发现尸体 男子杀妻抛尸,四川警方三天破案 4月8日,据隋宁公安,男子杀妻抛尸,山洞,气味搜寻犬,雪舞 在一寒洞,做出示警反应,并果断进入寒洞 训导员跟进确认,发现寒洞洞口内五米深处为全封闭状态 后经雪季搜寻犬科尔,进入寒洞搜寻 做出示警反应 经过现场工作人员对封闭处碎时进行清除勘察 发现了失踪人员郭某尸体 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新闻 我是讲啊,说没有必须要离得婚 除非自由意志蒙沉了 那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都是啊,这个杀人的人可能也想啊 你别给我离婚,我把你的生命都取消掉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解释吧 就是都从杀人犯了,你还谈自由意志吗 那就无从谈起了 或者这句话虽然很有魅力 但是它也很可怕 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最可怕 因为你分辨不了嘛 识别不了嘛 好东西到你那里变成个坏东西 不是自由意志蒙沉了 是反自由意志的问题 评论 难怪现在身边同龄的都不愿意结婚 第一是婚后有了孩子压力会更大 工资不高,养育孩子成本更大 第二就是太多杀妻家暴新闻 婚后没有保障故意伤害 都归为家庭暴力 警察也不爱管 直到真出事才重视 刚这个说啥 评论 所以婚姻带来什么 带来随时送命 好可怕 李雪芹说过 结婚就相当于把自己的生命权利交给另外一半了 真是说对了 没感情就 离婚就是了 发什么颠呢 也不怪现在年轻人都不想结婚 还是个自由意识的问题 一个野蛮人 到一个文明的世界 用这个东西 比如用电吧 挨电了 吃点这个东西就闹肚子 因为你没办法识别嘛 是吧 那你就是你怪文明吧 我会回原始丛林里生活 好 这个是个重点我要讲的 我在揣摩小编 为什么把这个推为第二热榜 他好像是正话反说 大家来看看他这个是啥意思 但是这明显的是男人长期遭受女人家暴 产生煤气灯效应 也无可忍才被迫 被被迫不得已已经爆发了 我们全社会所有人都应该反思 是什么让他拿起了刀 而不是在这里展示攻击 女人谋害自己孩子情有可原 为何这个男人就一定 自己是天生的坏种呢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伤害 另一外一个人 女人很可怜 男人也很可怜 后面Night的是 我为杀父的女人做辩护 我为杀气的男人做辩护 我不好说他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那一说我这个账号也要出问题 要论述社会问题 论述那个事 他是个正话正说呀 还是正话反说呀 这个我不好揣摩 不知道他意思 他似乎就批评 以前很多人为杀人者这个 洗白吧 为杀人者说话吧 你看他后面就贴了这些个图 以这个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个什么案例呢 就是这个尼亚沙尔好像安徽的 尼亚沙尔三人手绑手一起 投河身亡 这个新闻呢 是2013年的 应该是啊 安徽月曦 母亲将两个女儿 绑在一起 一起投河了 这个多绝望啊 如何如何 自己走了 害怕留着孩子以后 不会好过 但我觉得 人都是有生命的 没必要剥夺孩子生存的权利 好 那么这里有说什么的呢 这里有说 不让孩子在这个社会上受罪 难道有错吗 这个是正话 反说 这个铁组呢 似乎想说 邪恶的行为和邪恶的思想 都是可以印和上 你看这个有邪恶的行为 就是因为你看 你可以平时你忽略到邪恶的思想 如果你能看到那个邪恶的思想 那你就能可以理解这种邪恶的行为 或者对此就可能会有预警 它可能大概是这个意思 查一查 他过了什么日子吧 没有特殊情况 随便把亲生孩子带走 是谁逼死他们的 一定不能放过 绝望的是孩子 母亲只是远弱偏执和自私疯狂 然后就有人对这个评论者说 他是个妈宝男 那这些个里面有很多这个匪夷所思的这个说法了 这是一种母亲 母亲的保护 自己走了 不会有人管这俩孩子 你嘴下留积德吧 如果丈夫是个好丈夫 怎么会带俩孩子死 这下子跌乐死吧 男的又美美的隐身 能活 谁不想活 先查丈夫 如何如何 那啥意思呢 我简单的一句话说吧 就是这个反人类行为和反人类的思想 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多 隐藏的到处都是 我个人的生活经验 我对此也不否认 就是每个人身上 他都有反人类 反这种思想 甚至这种行为的苗头 怎么认识这些个东西 才是非常重要的重点 而认识这些个东西 一定是这个自由意志 认识这些个东西 我对这些个言论呢 我无法说清 大家说清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就是这里面的正方和反方 有时候都被我归类为反人类的那个东西 都是可怕的 不管是这个 就是正方反方 不管是这个 显得多么正义的那个东西 或者第三方吧 在这里面 都是非常可怕 我只是想说这个 我说婚姻呢 它具有多重多样的东西 比如说婚姻最高的东西 你像石铁绳 他们就描述 它是一种神的盟约 但是它也 它也不能否定 它是我们世俗老百姓里的 这个市场盟约 是吧 也可以吧 就是 就为什么 就为什么 咱俩过日子 就是我 你得对我有利 市场的盟约嘛 那你不才跟你过日子 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发现 有了那个朋友 就是那个出轨啊 什么搞到家庭里 鸡飞狗跳 比如说 你有人要劝他 你说你别这样 就是只为下半身 你别的地方都不管不顾了 他就会很自豪 他说那个 你有这么有魅力吗 你没有 你嫉妒我 你都没有这么有魅力 就是那些个 以这个下半身 以肉欲为最高 那个生活指导的朋友 也应该存在 我也不是做的 否定这些个东西 就世俗的盟约 升职期的盟约 神的盟约 都存在 都好 只是你要放在 比较恰当的地方 只是你不要相互的 这个 这个突破底线 比如什么叫突破底线呢 就是你好家伙 你三个绞杀起来了 神的盟约 市场的盟约 生殖器的盟约 你一定要杀死 另外几方 就突破底线了 就不好了 就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了 因此你看 我说的这几点吧 就是我 我这个农民思想家 随便随口一说 就说出来这些东西 我都没有打草稿 没有深思熟虑 朋友你真的如果 不太能理解 我在说什么的话 我个人 只是我个人心里想 你可能对自由意志 这个问题 就是切思考 就是自由意志蒙尘 那这个杀人的人 肯定是反自由意志的 他不但是蒙尘 就热爱自由意志 去靠近他和蒙尘 以反自由意志 那反自由意志最可怕了 就离子自由越来越远了 好 这个 神的蒙月的婚姻高尚 但也不要杀死 生殖器信仰 也不要杀死信仰了 生殖器的一种属性吧 也不要杀死市场属性 市场属性 非常有力量 你别不服 你多厉害的人 你这个 刘强东 马云 雷军 向你求婚 你真的也看不住 我向我求婚吧 我向我 我们都是同性恋 我也看不住 我不管有多强烈的 神的蒙约 我多强了 这个生殖器的 这种欲望 我也看不住他 你知道吧 就先结婚再说吧 就是他们都是个性无能 我也跟他们结婚 就是我这个 我就是个性成年 他就是性无能 马克思 马斯克 马云 刘强东 还有谁 反正有钱的些人 向我求婚 我都愿意结婚跟他们 对吧 看不住 所以说咱也别把他杀掉 这个确实应该是正当合理 还有就是那个动物性 是吧 就是生殖器欲望 那就是人性构成的一部分 不要这个摧毁人性 它是构成人性 但是这些东西 它不能穿插 不能乱搞在一起 是吧 你该上那个寺庙那里 唱赞美诗吧 你脱裤子 是吧 你该脱裤子的时候啊 你那该唱赞美诗 你卖白菜的时候吧 不收钱到处乱送 你都乱套嘛 这不就是 杀人也就情有